美国格雷迪纪念医院资深医学专家提醒 多数美国人将在2023年秋季面临三种病毒威胁 但好消息是 都有疫苗可以注射来提高免疫力 且不论年龄都有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 至于多数人最害怕的新冠疫情 多数州的感染率已经下降到稳定状态 且总确诊数字比起2022年也低很多 专家还建议如果新冠检测出现阳性 目前仍只需要自我隔离五天 此外也不能放松对RSV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警惕 因为进入秋季之后就是病毒活跃期 且最好就是提前安排接种疫苗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